一、珍惜教育,尽可能地获取良好的教育,因为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重要工具。 所以,穷人家孩子千万不要因为家庭经济状况而放弃学业。 穷人家庭的孩子应该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。 尽管经济条件可能有限,但通过努力争取奖学金,申请助学金或寻找其他教育资源,可以更好地获取高质量的教育。 例子,有些学校或组织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课后辅导,求人家庭的孩子可以积极参与,以填补可能存在的学科知识差距。 二、刻苦努力,勤奋和努力是成功的关键。 不管身处和静,通过刻苦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,可以逐渐改变命运。 详细说明,勤奋和努力是无法替代的。 通过专注于学业,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活动,培养自律和工作习惯。 例子,如果一个穷人家庭的孩子想要提高数学水平,他们可以每天额外花费一些时间练习数学题目,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资源寻找额外的学习材料。 三、节俭理财,学会理财和节俭,不浪费资源。 学习制定预算,分清需求和欲望,明智地管理自己的财务。 详细说明,学会理智地使用资金,避免不必要的开支。 制定预算,分清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。 例子,如果家庭财政状况较为拮据,孩子可以学会购物清单。 只购买必需品,避免购物时的冲动消费。 四、发展技能,学习和发展实用的技能。 这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。 可以通过职业培训,在线课程等方式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。 详细说明,学习实际的技能使自己更具竞争力。 这可以通过参与职业培训,实习,志愿者工作或在线学习来实现。 例子,如果一个孩子对计算机科学感兴趣,但家庭无法支付大学学费。 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学习编程,并建立自己的项目及以展示自己的技能。 五、建立人际关系。 社交网络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互相帮助和合作,扩大自己的机会圈。 详细说明,构建广泛的社交网络。 包括老师、同学、社区领导等。 这些人际关系可能成为未来的机会来源。 例子,参与学校社团或一工组织。 与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。 可以为将来的工作机会或学术合作奠定基础。 六、保持乐观态度。 面对困境时保持乐观态度。 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。 乐观的心态能够激发内在的力量。 让你更有动力去追求目标。 详细说明,面对困难时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。 这有助于保持动力,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例子,当面临挫折时。 例如考试不理想或无法获得期望的工作。 通过看到其中的机会学到更多,保持对未来的信心。 七、不要怕失败。 失败是成功之母。 不要因为失败而气馁。 相反,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。 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方向。 详细说明,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。 每次失败都是一个学习机会,要从中吸取教训。 不断改进。 例子,如果一个创业者尝试创办自己的小型业务但失败了,他可以分析失败的原因。 寻找下一次尝试的更好方法。 八、培养责任心。 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不逃避问题。 责任心是成为独立、自主的人的重要品质。 详细说明,学会为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。 这包括学业上的决策、财务决策以及与他人的互动。 例子,如果一个孩子被赋予家庭中的一些责任,比如负责购物或照顾兄弟姐妹。 要认真履行这些责任,这有助于培养责任心。 九、关爱家人。 家庭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。 要关心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压力。 共同努力改善生活。 详细说明,家庭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。 通过互相支持和理解,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例子,如果家里有经济拮据。 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协作。 共同分担家务以减轻父母的负担。 十、追求梦想。 无论境况如何,都要有追求梦想的勇气。 通过努力工作,可以逐渐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。 详细说明,不管家庭状况如何,都要保持对未来的梦想和目标的追求。 通过努力工作,可以逐渐实现这些梦想。 例子,如果一个孩子梦想成为医生,但无法支付高昂的医学院学费。 可以通过申请奖学金、诸学金或选择其他途径。 例如,就读护理专业,逐步朝着医学的目标迈进。